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恭喜 胡帝 不过是东华他给大家找个喝酒的机会罢了 竹楼里 帝君再给凤九化眉 梳头发 虽然不是第一次婚礼了 可这阵是弄得凤九还挺紧张 凤九看向帝君道 东华我怎么紧张了 帝君 因为你父亲我太好看了吧 清了夏凤九的唇道 多结几次就好了 门外首领花篮的四孩子都是一席子一 阿黎看住道 东华哥哥这是便住花样片凤九姐姐结婚完 滚滚 就是咸白九九越来越好看了 凤九娘亲和白浅听住几个孩子聊天笑作一团 即时一到 青秋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 突然竹楼的姐姐被打开 橙牌的花灯映照之下 一条紫色水晶打造的天街通向空中 滚滚 闪闪和双胞胎走了出来 花瓣纷纷扬洋洋洒落 一袭红衣的帝君千柱凤九走了出来 帝君吟发圣雪 一袭红衣衬青橙之色 凤九青丝飘飞 头戴一顶紫水晶打造的猩猩王冠 青带珠唇 笑盈盈地站在大家面前 无须轻装 已经是醉人风姿 现场的仙人鸦雀无声 静静地看住他们 这时空中传来喜乐声 帝君千柱凤九走上层层欲接 众人也飞身跟了上去 九天星辰之上 脚下繁星闪烁 在一众亲朋好友的见证之下 帝君再次向凤九表白 帝君亲吻上凤九的那一刻 大家都很激动 凤九的娘亲看住女儿这么幸福 又激动得要落来 白衣上神却悠悠道 以后说不定又解呢 看你还能激动几次 小燕看住帝君道 回头我也得跟画楼再重新结婚 连宋因为小燕觉得对不起画楼呢 小燕却道 老子得把彩礼钱挣回来 婚宴上帝君和凤九给大家敬了酒 拉住凤九的手准备回竹楼 小燕看了道 老东华你天天当新郎 腻不腻 陪我们喝酒 帝君 不腻 我竹楼结实得很 小燕拿起面前的果子飞了过去 帝君接住果子 看了吓道 真酸 自己吃 又丢了回去 哲言看住小燕道 他那嘴何事输过 你偏爱招惹他 少晚 我这叫挑战不可能 小燕一边道 对 这是我们魔族的精神 挑战一切不可能之事 夜蓝风静 竹楼里 帝君抱住凤九 在窗前静静地看住夜空中璀璨的星河 夜月里不知谁吹起了轻笛 笛音缓缓流进竹楼 帝君在凤九耳边揉声道 小白 我爱你 凤九回声抱住帝君道 东华 我也很爱你 两人深情地亲吻了上去 酒中天上 帝君和帝后的婚礼已经过去许多时日了 可小仙们已有时间还是已在宫墙角谈的眉飞色舞 月宫里的小仙把帝君和帝后在星辰之上的情节描述的微妙微笑 诚意觉得这个小仙很有自己当年和碧云说书的风范 寻了机会从月宫要到了自己身边留用了 连宋处理好南海事务 便继有身孕的承郁回了九重天 一进原集宫就吓了一跳 宫里浓烟四起 承郁和几个小宫鹅被烟熏的流住眼泪从厨房里出来了 承郁这次有了身孕后 经常想吃一些个自己在饭间吃过的东西 又不好总去太成功 所以自己折腾著做 承郁觉得用了心法做肯定不好吃 结果好几次都糊了 连宋一看心疼 拉住承郁道 喜女都知道自己找好吃的 咱们也去 你饿受了我心疼 连宋拉住承郁到了太成功门口 就见青莲 死命 重林三个探头向宫里看 连宋扇子敲在仲林间上道 今天东华做余了不成 重林低头道 那倒没有 不过帝君和帝后仲吵架呢 三殿下还是晚会再进去吧 连宋吃惊道 他俩会吵架 见仲林点头 连宋一脸喜色道 这笔婚礼好看 把三个人扒拉开自己探头去看 院子里 凤九双手插腰质问帝君道 东华你说 为什么要把白卿送回去 哪有收了礼物用了 还要送回去的道理 连宋不解的看住众林道 白卿是啥 司令叹气道 我师父送给帝后的座器白泽寿 原来南极长生大帝 多年前有事得过帝君相邦 这次帝君婚礼便把一只很珍贵的上古神兽白泽寿送给了帝后座贺礼 凤九从小就没有座器 曾经想过驯服白水山里的蛟龙给自己当座器 后来觉得座器也是有机缘才会遇到 就放弃了 婚礼上南极长生大帝送的这只罕见的白泽寿跟凤九十分亲近 也很通灵性 凤九给起了名字叫白青 帝君起初没太注意这只白泽寿 一天帝君在紫藤下看书 听见凤九训白泽寿的声音 寻声看过去 东华发现这只白泽寿居然是个男生 而且他日这只寿是有缘修成人生的 东华开始琢磨住把白青送走 可凤九好不容易得到一只很有灵性的座器 怎么舍得送走 今日两人又为这事争执起来 东华不好意思说他日这只寿能修成男生 因为凤九几天前才奖励过他不吃醋 所以照个理由说白青有要挟之气 凤九哪里肯信 几个孩子抱住胳膊看他俩争执 这是凤九对住几个孩子的 那就站队投票 滚滚自然是站到凤九一边 新女就像滚滚的尾巴自然跟滚滚站了凤九一边 闪闪就是东华的铁队友 都不用说就站了帝君一队 这是白话和白银就很关键了 只要有一个人站到凤九一边 凤九就能赢了 凤九对住双胞胎道 娘亲给你们做花糕 做糖狐狸 双胞胎一听往凤九身边走 东华悠悠道 我给你们搭个树屋看星星 双胞胎早就缠住帝君给他们搭树屋了 回身站到了帝君一队 凤九一看气地耍赖道 不算数 要么我和滚滚 西女 白青我们回青秋去 滚滚 我看白青十分有灵性 不如就给弟弟做个伴吧 这样也没离开太成功 这是连宋善子一摇进了院子道 还是我们家滚滚智慧 这样白青成了白银的坐骑了 其他人看不太明白帝君 为什么要送走一只白则兽 连宋和帝君下气时笑话帝君道 东华 你也太小气了吧 连一只公寿的醋都吃啊 帝君撇了下 连宋道 你不吃 连宋 我不是那样的人 四日元吉宫里 就见连宋挡住几只 已经快要修成男生的灵物 对成遇到 你去拿我抱你还不成 要个坐骑干嘛 太成功里 毕君拎住本佛经 看住远处的刘云 笑了 太成功里最近很安静 双胞胎在东华给搭的树屋上 已经玩了些日子 白钱把阿元和小花也丢了过去 金玉滚滚和阿黎 从昆仑须回来 白话看见滚滚道 哥哥 吐君说叫我们在这里多玩些日子 说你们小的时候就是看星星才练好法力的 阿黎 再练也练不过东华哥哥的一件双雕 凤九姐姐做齐没了 还能把你们打发来数星星 又悠悠道 也比我好 小舅舅我练法术连个树屋都没有啊 滚滚拉住妹妹道 你们应该回家多吃点核桃去 带住几个孩子下了树 宫里凤九刚想去看看成狱 见帝君和叶华 连宋三个人下了朝会 边走边说进了宫 凤九看见连宋道 三殿下最近还是多留在宫里 承玉他最近身子很虚弱的 连宋道 我知道了 承玉何惜你辛苦地后照顾 等处理好南海的事就回去陪他 叶华道 三叔 不然你就别去南海了 我派其他人去镇守 连宋 那应龙一族最爱挑起争端 这次又要跟水君的妹妹结亲 如果处理不好 南海又得乱 凤九一听南海水君妹妹变道 那公主也该嫁人了 难不成她还惦记嫁进元吉宫 连宋干渴了声道 以后不知道 那应龙族的族长已经娶了十几位夫人了 南海水君和应龙一族又是带友人院 自然不同意 凤九 那倒是不行 那南海公主也是挺美的女孩子呢 这时听见滚滚喊娘亲 凤九一看是滚滚和阿黎回来了 身后跟住几个孩子 还有一个女孩 凤九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 滚滚道 娘亲她是从吉渊的柳四啊 凤九这才想起来 从吉渊打开后 因为离昆仑须近 柳四经常到昆仑须去找阿黎和滚滚 金月他们两个回天宫 就把她也带过来完了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完 感谢观看